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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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代时期是著名的江南佛寺寺庙是书航之首 重建的一号思耐 里面最值得一看的是距今800多年的南宋银杏树 树干非常的粗大 尽管已经800多年 但是它还是枝繁叶茂大树参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古镇上保存完好的古桥有七座 分别是宋元明清所建 每一座桥都有每一座桥的风韵和历史 这座红色木桥叫做普庆桥 是美国为了拍摄电视片所造的 以青银上和图上的便水红桥为摩本所建 这座复古桥梁严格按照古代的造桥工艺 采用无支架施工法 没有笋头 不用钉子 六丝根拱原原木五根横梁全部用捆扎的方式 结扎在一起 连成一片 最著名的就是普济桥了 它建议南宋 咸亨三年 也就是公元1267年 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石桥是单拱圆弧形的 桥面平缓 但是比较窄 具有明显的宋代石拱桥的特征 石像圈上刻着咸亨三年的提克 但是我找了半天 始终没有找到咸亨三年的四个字 这座桥是上海地区保存最完好 最古老的石桥之一 另一座古桥是在朱家角的放生桥 普济桥的建造石材也非常的特别 是采用了紫矿石 所以这座桥又叫做紫石桥 因为在宋代江南的石桥多以紫石居多 当雨过天晴的时候 桥面晶莹剔透又有光泽 远远看起 好像一座宝石桥 腿灿夺墨 所以金泽的普济桥 又有上海第一桥的美物 也就是要有益 是要那种感动的 有种感动的 也就是要降了 如此 有种感动的 可能是要有更多的 那种感动 是有种感动的 这种感动的 就是要用到 你自己的热感 这个热感 我给你 有种感动的 感动的 可以 古镇上的小径曲曲弯弯 两边的建筑基本上保持了上世纪文革时代的建筑风格 墙片斑斑勃勃 路上的青石板高高低低 穿过狭窄的弄堂 好像是穿过了记忆的长老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散步在金泽古镇 生活的节奏也仿佛慢了下来 尽管古镇很小 差不多两个小时基本上就逛完了 但你能从每一座桥 每一棵树 每一片水面的波纹中 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 站在古桥上望着远处忙碌的一船 这里除了咬明和流水的声音之外 你几乎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 古镇非常的淳朴 而贴近自然 这座叫做银翔桥 建于元至元年间 也就是1462年 桥面是用小青川铺成 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波纹突起 据说是为了防止行人打画 所以古代的时候设计也相当的精巧 非常的人性化 这座桥面上并没有护栏 据说是便于蒙古骑兵经过 引力在青浦众多古镇中的金泽古镇 低调而又清新 是一个放松身心 洗涤心灵的好地方 值得来感受一下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分享和订阅